7月10日 美國、澳大利亞、捷克、英國、法國、德國、意大利、日本 共21個媒體自由聯盟成員國發表連署聲明 對《蘋果日報》被迫關閉 及其工作人員被逮捕 表示強烈關切 聲明說 利用《國家安全法》壓制新聞界 是破壞《香港基本法》和《中英聯合聲明》所確定的 香港高度自治和香港人民權利與自由的 一個嚴重的負面行動 媒體自由一直是多年來香港獲取成功 和國際聲譽的核心所在 香港和中國大陸應當完全尊重 並維護這個與中國的國際法義務有關的重要權利 同時 21國對中共當局及港府 可能繼續推出新法規 來打壓媒體對政府監督職能的行動 表示高度關注 新唐人電視綜合報導 中英聯合博物 雙駿菇 雙駿菀 雙駿菇 雙駿菇